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类签证 银行出市之际通胀继续涨 联储加息限量难 恶劣天气袭击东西海岸 加州林灾难性洪水 现在戴口罩还有意义吗 华人医生这样建议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中国驻美大使馆美东时间周一发布通知称 将恢复此前签发仍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 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为进一步并立中外人员往来 决定自北京时间2023年3月15号零时起 就外国人来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做如下调整 一 恢复2020年3月28号前签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 二 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附华签证 具体要求详见半证须知 三 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 四 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疫情爆发初期 中国驻美使馆宣布2020年3月之前颁发仍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付华签证暂停使用 然而随着各类签证的恢复 往返中美的旅行者可能会继续感受到昂贵机票的压力 因为两国政府都保留了对大流行期间航班数量的限制 一份政府文件显示 中国国航在2月底向美国交通部申请 从3月4号起每周增加一个北京和纽约之间的直飞航班 这趟CA981 982航班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暂停 但截至周一该航班仍未恢复 也没有预定信息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劳工部周二的报告称 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0.4% 年通胀率为6% 这两个数字都完全符合道琼斯之前的估计 在周三发布该数据之前 市场普遍预计 联储将批准其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再上调0.25个百分点 然而最近几天银行业的动荡似乎已经说明 一系列紧缩措施在过去一年所产生的影响 这让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联储可能会很快发出停止加息的信号 金融市场周二早上的最新预测认为 本轮加息的顶点将是4.95%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 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加息就是最后一次 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表示 如果通胀没有下降 联储准备将利率提升至高于预期的水平 这引发猜测 即联储可能在下周加息0.5个百分点 然而当前的市场情绪 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在过去几天的倒闭 让货币政策需更加克制的看法 日益占据了上风 来关注楼市相关消息 在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倒闭 并引发全国银行业连锁反应之后 房贷利率周一出现下滑 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报道 流行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周一降至6.57% 这低于上周五的6.75%和上周三的7.05% 近期高点 房贷利率大致跟随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在两家银行倒闭之后 国债收益率跌至一个月来的新低 具体来说 对于购买50万元房屋并支付20%首付的买家而言 如果他们本周申请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 那么他们的月供就比上周申请要低128元 但仍然是高于今年1月的水平 在去年10月 房贷利率也曾飙升至7% 这使得房屋销售出现了真正的放缓 但随后由于利率在12月开始下降 并在1月底接近6%之后 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数量出现了惊人的月度8%的增长 不过由于利率在2月份的飙升 经济公司和建筑商都表示 该月的房屋销售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因此如果现在利率继续下降 买家可能会再次回归 但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上周告诉国会议员 最新的经济数据强于预期 鲍威尔说 如果整体数据表明有必要加快货币收紧政策 我们将准备加快加息的步伐 虽然房贷利率并不完全遵循联邦基金利率 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联储会货币政策 及其对未来通胀看法的影响 国际知名品牌野花牌绿风胶 专利萃取液体风胶 纯天然 高浓度 无酒精 无杂质 国际权威认证 全美销量第一 718-461-2988 718-461-2988 微达灵芝黄纯虫草 增强免疫功能 促进人体代谢 全美各大渗容行热卖中 1888-702-0688 Christine曾 专业室内设计师 个性化精品定制 提升居住品质 让空间充满温度 打造向往的生活 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美国东西海岸周二周三 将面临强风暴的双重打击 东北部将引来降雪和强东北风 而西海岸的加州将面临灾难性的洪水 根据国家气象局称 沿海低气压预计将迅速增强 成为强大的东北风 并在周三对美国东北部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大片地区的总降雪量 将达到12英寸或更高 局部地区总降雪量可能高达24到30英寸 气象局周二早些时候警告说 厚重的积雪加上最高时速55英里的大风 可能导致停电和树木收损 纽约州州长霍楚 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 这场风暴是致命的 可能带来严重的电力损失 他敦促纽约人周二尽量留在家中 国家电网公共事业公司表示 其团队正在根据天气预报随时做好准备 以确保能源输送系统的可靠性 州长办公室宣布 周一晚上8点开始 纽约州很多郡进入紧急状态 并已向将受风暴影响的几个地区 部署了人员和物资 除纽约州之外 据气象局称 新泽西州的5个郡预计处于天气紧急状态 宾州80号洲际公路沿线的降雪量将达到1英尺 而在西海岸的加州 已经持续多日的洪水泛滥情况将进一步加剧 气象局警告说 周二风暴将给加州部分地区带来大雨 而高海拔地区将面临大雪 俄勒冈州和大盆地区域 预计也将出现强降水 气象局表示 这恶劣的天气会对加州部分地区造成灾难性的洪水 受影响地区横跨加州海岸大部分地区中央山谷和内华达山脉 到周三上午气象局称 加州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一直都有大量降雨的高风险 气象局还警告说 预计会有强风停电更多洪水和道路封闭 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预计到周四上午 南加州和西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威胁将有所减弱 好 再来把视线聚焦美东 随着疫情的环节 许多纽约客已经不再佩戴口罩了 那么现在戴口罩 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呢 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七美发回的报道 随着疫情的环节 许多纽约客已经不再戴口罩了 在纽约曼哈顿等街头 已经看不到太多戴口罩的民众 但在一些华人的聚集地 如法拉圣 曼哈顿华布等 有很多的民众在室内和室外 仍然坚持戴口罩 记者来到了纽约街头 一些仍然坚持戴口罩的华人民众 向记者表示 自己戴口罩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因为之前曾经患过新冠 所以不想再经历一次痛苦的康复过程 记者在街头观察到 大部分坚持戴口罩的 都是中年或者老年的华人 据他们表示 自己本身年龄就偏大 加上有一些基础病 没有像年轻人这样好的免疫能力 所以他们不想再冒险 一些年轻的华人表示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基本上已经不戴口罩了 我觉得现在平时的时候 我都不戴口罩了 就只有我坐公交车的时候 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会戴 就地铁上有些脏东西 然后就会想fitter掉 然后但是我觉得口罩东西 就现在已经大家都没有戴了 我已经中招过了 我疫苗也都打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必要戴 我的话平时已经不太戴口罩了 感觉最多就是 人很多的时候 场合可能会戴一下 感觉曼哈顿啊 布鲁克林那边的人 都不怎么戴了 有时候地铁太挤的话 就是人多的场合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戴一下 我觉得疫情也差不多结束了吧 我之前也扬过了 所以说就更无所谓了 我还是会戴口罩 但是频率呢 就是跟以前相比一定少很多了 我一般都是在人多的地方戴吧 就餐厅啊 酒吧啊这种 因为我看到人多还是会很心慌 还有就是 纽约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嘛 地铁公交 就是有一些很难闻的味道 然后戴口罩的话 就会就不容易闻到 那现在仍然选择戴口罩 是否还有意义呢 华人医生王元聪向记者表示 他建议民众可以开始取下口罩 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发现社区很多人 对这个戴不戴口罩 觉得有点迷惑 我个人觉得 大家应该可以不要戴口罩了 第一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免疫力了 因为我们有打过疫苗的 有中过招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新冠的病毒 不是很致命了 现在 现在新冠也有特效药 就像辉瑞那个特效药 Paxiblova 你有病症 或者你觉得病得比较重 传生酸痛啊 觉得不舒服啊 叫医生看一下 这个药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一直以来 大家觉得有一个叫做群体免疫吧 群体免疫就是说 让人的身体去接受 接受这个病毒 或者是细菌 那么身体自己产生抵抗力 我们要是说一天到晚戴着口罩 过后你这个身体没有抵抗力 没有免疫力 我有时候我在诊所也不戴口罩 有意无意 但是我是想让病人觉得 没那么可怕了 大家应该可以放松 可以回到恢复到正常 继续来追踪密歇根州立大学枪案 上个月密歇根州立大学MSU 发生大规模的枪案 导致三名学生死亡 包括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五名学生受伤 校方近日公布枪击事件的时间线 以及在凶手身上发现的手写字条内容 上个月13日晚间 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发生大规模枪案 导致三名学生死亡 包括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五名学生受伤 校方上周五公布枪击事件的时间线 以及在43岁凶手安东尼·麦克雷身上 发现的手写字条内容 英俄母军911调度中心在8点18 接到第一通枪击电话 8点20第一批警员进入搏击大厅 8点24麦克雷进入学生中心 8点26收到学生中心发生恰案报告 8点27警员到达学生中心 麦克雷的整个作案时间不到10分钟 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麦克雷从容地走进学生中心 似乎一边走还在一边安装子弹 另一个监控视频显示 麦克雷进入一个房间30秒后出来 把枪放回衣服右边口袋并匆忙离开 麦克雷离开学生中心不到一分钟 就有警员赶刀 校方分别在8点30和8点31发出紧急通知 11点18分公布嫌疑人照片 11点35英恶母郡911接到电话 民众表示看到嫌犯 11点49分麦克雷开枪自杀 警方在麦克雷口袋中找到的手写字条 是他在案发前一天写的 他表示厌倦了被拒绝当器额孤独者 人们讨厌我 他们让今天的我变成了凶手 并威胁科罗拉多新泽西等地的功效 虽然麦克雷在手写字条中表示 他领导一个由20人组成的团伙 但校警、州警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通过全面审查和详细跟进 确定麦克雷是单独行动 没有团伙 MSU大规模签案过去的一个月中 控枪和改善校园治安的议题 也讨论不断 校方月初表示 校园内所有建筑 晚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 都需要钥匙进入 1300个教室都安装锁门系统 扩大安全摄像头的覆盖面积 强制要求学习应对暴力训练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不见不散咯 威州深农总会官方认证 玉威深行 威州深黄 有效成分比药点高双倍 零农残 圆筒炮身 开仓价每磅50美元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 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 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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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派遇